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今天是真正的中秋节 海洋老师进办公室开直播 你们要开心吗 你们都去出游我在办公室 为大家开直播呀 拍拍手 你看我的小编都跟着来 好辛苦啊 谢谢大家对海洋老师的支持 中秋节玩得快乐吗 开心对不对 好出游到处是人潮 我看了都好害怕 怎么这么多的人山人海 台湾怎么忽然间增加这么多人 当然我看到很多外国人 可能很多嫁给外国人的 或者外国外籍的朋友 都到台湾来度中秋节 是不是 好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许愿 今天晚上要许愿 来先讲一下 今天许愿要许三个愿望 你们要看海洋老师教你们的 许愿法 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呢 要许什么愿呢 平安健康最重要 合家平安健康 对不对 还第二件事情呢 要许愿你的事业工作要飞防腾达 然后呢让我们自己 裁缘广进爆发 大爆发 好爆发才最好 好也可以种乐拓罪好了 种威力才更好 好起义了 好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你未来的希望 比如说你想买楼啦 买车啦 娶老婆啦 认识好对象啦 在今天如果还没有结婚的 赶快许个愿望 找到好对象哦 好 那如果已经已婚的呢 怎么办呢 好 希望你的对象呢 你的老公或老婆呢 对你越来越好 对不对 好 大家应该很甜蜜 要说 哎呀 我的这个老公老婆 跟我都很好 很甜蜜 今天不能吵架 一吵架 下半年遇事就不会好 知道吗 听到了没有 好 如果你有听到 要祝老师什么 中秋节快乐 何家平安哦 谢谢大家 我今天早上有拜拜 你们拜的土地公没有 好 你看我都是贯彻始终 今天还是很忙 我没有出门去 但是我在家拜拜 拜土地公 今天是土地公的圣诞 还要拜土地婆 好 因为下半年呢 跟我们财库有关系 今天是什么 帝库年嘛 所以我们要拜拜 他讲到这么多 老师你也很烦啊 买 你来听清楚 要不然在下方留言 不要嫌老师啰嗦 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 为了大家好嘛 好吧 但是有没有出门 要把口罩戴好呢 请把口罩戴好 戴好才不会染疫 现在Delta病毒很严重啊 好 台湾当然也很好了 或许呢 我们的疫苗又开始有了 然后呢 开始施打BNT了 哎呀 感谢郭董 感谢这些慈悲的大菩萨企业家 还有感谢台积电 还有感谢什么慈悸 好 也感谢呢 我们的政府啦 帮忙 谢谢大家 好 所以呢 我们的小朋友开始有什么呢 开始有疫苗可以打的 大家开心啦 要不然去上课真的很紧张 是不是 家里的小朋友很紧张 还没打疫苗很紧张 对不对 那老师打了没有 老师也要打对不对 还有工作人员也要打对不对 还有教职员也要打对不对 好 希望大家都有疫苗可以打 那我们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好好地拼事业啦 赚大钱啦 好 那你拼了事业以后呢 很多人说老师我想做股票 有 台湾现在是股票狂热足很多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什么主题 来看一下 大好穷指数下跌两个月最大 投资人九月份的市场预言 哎呦 台湾是很棒的No.1的国家 然后呢 我们的疫情也控制的算蛮好的 感谢各县市首长 感谢各医护人员 感谢天感谢地 感谢所有的人 对不对 台湾还有更好笑的就是 哎呦 那个参数台风 擦边球就这样过去了 台湾去年十个台湾 没有一个到台湾来 去年十个台湾没有一个进台台湾 结果我们在五月份之前 不是都一直什么 哎呦 缺水吗 好五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我在五月二十四号之前呢 做了大概一个礼拜前 我做了一篇直播 我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 那两天开始会下大雨 从台北就真的开始下大雨 从此以后台湾不缺水 好不过呢 南部有点小淹水 不过没有关系 总是有水总是比没有水好 好有水就是有财对不对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跟浅浅有关的 好中秋节 今天回乡的日子要回来了 高速公路局呢 有九大塞车地方 请你们要特别小心哦 好请不要开快车好不好 最近还有人为了开车打架呢 真不好 中秋节本来快快乐乐出油 不应该打架的 今天讲什么 讲股市 台湾的股市 台湾的股市一路长红七八千点爬到一万七八千 吓死了呢 涨了double以上呢 哇 来我们先讲讲股市的投资 明天就开盘了对不对 好所以今天晚上要不要做功课呢 看到我的直播赶快先做功课哦 不要去睡大头觉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最近美股道琼指数呢 指数下跌呢 614点 跌幅两个月最大 史上呢 5月12号开始最糟的单日 连跌了五天啊 我的天啊 600多点跌了五天 也还好啦前一阵子呢刚开始呢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 熔断熔断熔断一天熔断三次 大家记得吧 心有余悸呀 全球跟着都快断头了 可怕呀 是不是 那个时候大家很害怕 因为到美国开始熔断以后呢 那个股市金铜赶快都在抛股票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你们还是要小心 因为最近的那个中国大陆的恒大集团 其实他这个如果延烧出来的话呢 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呢 你看你想想看 他房地产是不是跟美国的房地美很像呢 对不对 当初美国呢 2018年的房地美事件呢 记得金融风暴吗 哎呦你看老师还不错耶 还是幸免愚难耶 所以我是对投资是比较谨深一点的 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因为我要照顾很多小编 还有很多家庭 所以我胆子不够大 赚的钱也小嘛 所以不能那么大胆 好 所以请你赚小钱的朋友 还是胆子要小一点比较好 不要胆大包天 我们来看一下呢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影响呢 和未来的市场走向预言呢 投资人失去信心 每股道琼连跌五天跌了614点了 随着经济不确定性扩大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 十日连续第五天的下跌 那道琼指数下跌呢 其实呢 收在34,600多点 那斯坦普呢 500指数下跌34.7点 然后呢 纳斯达克呢 综合指数呢 下跌132.76点 苹果供应链 苹果大家知道 今年大家好像9月本来 苹果就要出来了嘛 每年9月苹果就会出来 苹果手机 听说今年的苹果手机 并没有改变很多 所以呢 会不会因为苹果的拖累 还有呢 你知道现在就是 下游厂商跟上游厂商 有时候链接不起来 所以呢 在供应链上面呢 是有一些断层的现象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呢 这个苹果呢 是拖累到琼最大元凶 下跌3.31% 那一位联邦法官 针对这家科技巨头 与APEC GAMES的诉讼裁定 苹果不能再强 强迫开发商使用APP内购买 那自3日糟糕的就业报告公布后呢 股市一直没有起色之后 每天都在下跌 包括本周因假期而缩短 所有的四个交易日 好 那到从连跌两周 连跌的两周听清楚 本周下跌2.2% 这个在这个另外 他说这个总共呢 下跌2.2% 那投资人担心持续的疫情 确诊病例会导致经济放盘 好 其实呢美国之前呢 上个月的时间呢 还没有到农历8月7月 农历7月的时候 就是国历的8月的时候 每天的那个染疫人数 不是从十万 十几万 十几万 一直跳跳到 十八十七十九 二十跳到二十万 吓死人对不对 好 那英国也一样啊 那以色列打了那么多针 以色列也是 现在呢新加坡 一天也一千多人染疫耶 日本就更不用讲了 日本自从冬奥以后呢 恐怖啊 每天都是一万多人啊 好恐怖啊 然后呢南韩 南韩现在去抢疫苗了 要打第四针了 我觉得有钱的国家真好啦 台湾也不穷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疫苗好像 我们就不说这个疫苗的事情了 我们先讲这个事情 我们要感谢呢 感谢天 感谢天 拜托我们的政府 我快要买疫苗给我们 好 投资人担心持续的疫情确诊病例 会导致经济缓缓 而通膨率呢 走高也可能呢 导致联寸会呢 FED呢 取消宽松政策 好如果取消宽松政策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美股涨跌互建 台股能否续涨外资是关键 来我们讲一下 台股真的是够强吧 大家没地方去抢钱 只好在股市抢钱 股市抢钱比较快 你知道投资一点 投资一点 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买领股 比如说买台积电的领股 买鸿海的领股 买一些什么 几个电子股都是赚大钱的 好那其实今年的航海股 航海股 大概航运股你们都知道 航运股三支航运股也是涨翻天 还有那个空运股也涨翻天 为什么呢 因为人不动了嘛 飞机总要动嘛对不对 那飞机货运总要动吧 那你货运不动的话 那所有的供应链 就会出现很大很大的问题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美股涨跌互建的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 但常影响台股电子股的费城 半导体的指数上涨20.97点 这法人指出的啦 那外资昨天大买台股之后 今天依然扮演指数能口上供的 关键角色 好那他讲的是9月17号 我们还没放假的最后一天啦 那其实呢 很多台湾现在很多外资进来 你知道香港的钱出逃了 对不对 很多人跑到英国去了 很多人跑到加拿大 美国甚至跑到欧洲去了 甚至跑到亚洲国家 新加坡其他地方去了 那所有的企业的钱都出逃了以后呢 最主要会产生什么效应呢 那他经济是往下滑的 香港经济是往下滑 因为反松中过后呢 中国收回香港以后 变成了一定要依照中国的政策在走 好那因为中国现在呢 也因为很多企业出逃了以后呢 中国大陆很多企业走了以后了 那像我们也很多鲑鱼返乡啊 台湾也很多鲑鱼返乡啊 对不对 那鲑鱼返乡以后呢 我们就在台湾很多找地啊 所以你看啊台南啊高雄的地涨翻天 涨了一两倍耶 你知道吗 本来八百万的土地 现在是一千八百万你都买不到呀 多么厉害啊 对不对 好带动台湾的经济不错啦 不过那是有钱人啊 产业才有可能 你家里有很多田吗 你很多田啊 现在变更成那个可以建工业用地方 那不得了啦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道成工业指数下挫97.31点 那我们先就不讲说他下挫了多少 台股呢在9月2号收在17503点 大涨255点 然后呢涨幅11.48 那9月中以后呢 其实呢现在的股市还是不错 我们最最热钱的时候是一天五六千亿 现在四千三百多亿 怕死人一天的股市炒来翻去 好像那个炒栗子炒花生 这样炒来翻来翻去 怕死人四五千亿五六千亿 哎呦好多的钱啊 从来没有在台湾出现过 这样的一个经济奇迹 好那这个台湾的股市是不是经济奇迹 肯定是的 对不对 从一千多亿两千多亿三千多亿 到五千多亿到六千多亿 我没有办法想象耶 翻了六七倍耶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加季盘后呢 交易月四千四百多亿 好三大法人合计买超 两百六十五点四一亿 好三大法人买超的时候呢 包括外资喔 其中外资及入资买超 两百三十九点六八亿 你看入资 那我不是讲香港很多入资吗 对不对 因为香港的企业很多出逃了以后 这个资金都会往外去找寻找那个投资标的嘛 钱太多 资营商买超 三十六点五六亿元 投信卖超 一零点八三亿元 投信卖超应该是获利了结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出货金片厂呢 益龙电子上半年获利二十四点一九亿元 叫去年大幅成长一百四十九趴 再拼一次 我不是报名牌 我先告诉你们 你们要特别注意喔 涨了一百五十趴又也吓死人了 那个叫什么 益龙电子 来小编帮我写下来 我来查一下益龙电子 好可怕 加益的益 辛龙的龙 好 然后我们来看他每股存益八点三 其中第二季获利十三点二亿元 计增两成 并创下单季新高每股存益四点五三元 我不知道他现金配股是配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指数呢 公司新编台湾指数公司 特选台湾上市上柜绿能及电动车指数 台湾现在包括红海都投入在这个电动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触控的跟电动车来比的话呢 这个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台湾的证券交易所 每五秒计算及传输发布盘中的指数 成分股包含台积电 鸿海 台达电 台达电我最近比较不知道 因为我太忙 没有时间去看看台达电 到底做了些什么投资 不过呢他的成分股包刮台积电 鸿海跟台达电 那台湾的股价跟股市呢 其实都非常夯 都一直跌一下然后就上来了 跌一下就上来 就是也有跌了 跌三四百点四五百点也曾经跌过了 但是很快就上来 然后台积电前一阵子也是有跌 但是他后来涨价以后你看又翻红了 所以你要买股票吗 你要看台积电现在价位已经很高了 如果买零股的话呢还可以存着先 那伤害不大 那鸿海的话呢股价也还算合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华南投顾董事长呢 除强生表示呢 二日外资到满全职股 大家知道全职股是什么吗 全职股大家知道了 如果会做股票的人 带动指数大涨了 电子股成交金额约五成 不但台积电上涨 IC设计族群也走强 唯控制电呢 MCU呢也受到关切 若上市贵公司7月营收量力的话呢 其实 呃7月已经太太久了 我们现在讲9月 如果它9月营收量力的话的话 那我想呢 这可能带动另外一波涨势 好我先讲美国 我们先讲讲美国9月17到9月21号 这五天那跌了这么多点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最主要呢 美股涨跌互渐呢 那基本上随着经济不确定性扩大 我之前一直在讲 它的经济指数 应该还会往下修 为什么呢 因为呢基本上呢 失业人 失业的人口如果没有 持续的往上 没有往上的话呢 经济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可以带动一些经济 如果失业人口还继续攀高的话 那就很惨 台湾的 其实台湾上半年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5月6月7月呢 那一波经济失业率是很很 失业人口是很多的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一波呢 包括欧美国家都一样 全球现在是联动的 联动的 那当然也有 像台湾是比较特殊的 台湾是比较特殊的 台湾台风也不进来 然后呢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大的灾难 我们都可以避过 那台湾人就是很善良 这我肯定是这样子的啦 你知道吗 到全球去问路 我告诉各位 你问不到路 在台湾你一定可以问道路 真的 我在美国也好啊 我去英国也好 我去欧洲也好 你想问路 满人都没有 你根本问不到路好不好 你真的拜托 问不到路 去日本也勉强了 偶然如果你不熟的话 因为不会讲日文嘛 所以也问不到路 那你会讲日文可能问得到 但是呢 台湾就不管是外国人 台湾人 哪里来的人 通通问路都可以问得到 101在哪里 他就会告诉你在哪里 台北车站在哪里 他就会告诉你在哪里 对多好你看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楚祥生指出呢 如果电子股走强的话呢 航运等传传股也涨 是指数能够大涨的原因啦 但现阶段电子股竟如旺季 资金回流电子之后呢 几个月 几个月前的传传股 一支独秀的局面 应该是过去了 所以呢 如果你投资传传股的话呢 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讲讲国际金融 美股疫情飙升 加欧洲前景看淡 好为什么会这个情况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只关心说 股票涨多少 跌多少 房价有没有涨 有没有跌 对不对 大家只在看这些东西 好那中国恒大会不会影响 像全球一样的美股一样 像美国一样的什么房地美的事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影响多多少少会有 绝对不会说没有的 为什么 他太大了 而且是他上市公司业 想想看有多少人买他的股票 对不对 他还有卖周边商品 金融商品 你想想看多少人 因为投资了他的公司而受 现在跪地哀嚎 老本都没了 所以中国习近平他说要均负 而不是均贫 这个情况会延续到整个股市的一个震荡期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明年2022年我先预言一下 2022年是一个很麻烦的一年 2022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股票真的 会下跌 大家要注意 我会另外做 把功课做足 然后给大家做参考 另外的话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明年是任饮年 任饮年刚好走在五鬼线上面 那任的话是五曲花季 五曲一旦花季的时候 那个钱会生锈 我应该这样讲 铁会生锈钱也会生锈 钱变薄 现在就是物价指数高 钱就变薄 还有呢 最主要是天灾太多 那如果说 像美国现在印了四点四兆对不对 那联准会允许他印四点四兆 他是不是又一直要还债呢 他想办法要还债啊 对不对 好那他债从哪来呢 钱从哪来呢 全球世界各地来 这样大家很清楚的吧 好我借钱给某某国家 我借钱给某某 我收利息 我收利息比我去赚的钱更快 应该这样讲 还有 当然军购案啊 还有很多很多他必须要想办法 想尽办法来赚钱啦 没钱的时候要变嘛 变则通嘛 不变就不会通嘛是不是 不变就贪死在那边 所以我常说 为什么有钱他们变得很快 就是因为他知道怎么变化 好我们再来讲一下 以及呢现在呢 美国新冠的这个COVID-19的肺炎呢 跟疫情持续飙升 以及投资人担心欧元区的经济衰退程度 比先前预期更严重 全球都太多的天灾 那太多天灾以后呢 政府有没有钱去做重新做建设呢 火烧山森林烧完了 烧了房子了 很多人没有地方居住 你知道吗 很多地方 美国现在也是一样 很多地方会抢劫 然后很多地方呢 就是都在路边睡觉 你不要笑别人 真的 都会轮流到的 所以我常讲说 人心要善良 真的都轮流来 都轮流来的 好 现在谁比谁好 大家都心里有数了 然后呢 我们要使经济迅速复苏的乐观气氛受到打击 周二呢 欧洲股市会回落吗 我先讲一下 这个周期里面呢 基本上呢 五星还在逆行当中 那当然呢 这一波当中 基本上呢 如果说我们以现在的星座啦 或者 运势来看的话 暗中潜伏的危机很多 为什么 这个月呢 是丁五月 丁五月是巨门化季 那巨门化季 当然常很多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欧洲的银行 欧洲的股市也是 也是 也是在 再跌 那 科技股开始要熄火 科技股开始要熄火 然后呢 美国的 这个像德州 佛罗里达州 几个州的 单日新增确诊 持续打破记录的话呢 那他的死亡 全国确诊死亡病例 越来越多 迫使许多州 暂缓解封的计划 或者重新实施 部分的限制措施 现在呢 我知道呢 连澳洲都这样子 澳洲也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投资人呢 其实对欧洲最大的 经济体的忧虑 欧盟执委会 上周二公布呢 最新的经济预测 受到COVID-19打击 今年欧元区 国内生产毛额GDP 估计将萎缩8.7% 哇很多耶 不只较先前预期更为恶化 比之前更恶化 好 这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工厂没有办法 小型工厂没办法动工 中小型 那中大型的工厂还可以动工 但是因为原物料的缺乏 供应链的不足 所以呢 它整个的供应链呢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产生了很大问题 还有呢 很多人穷了 没有办法买了 所以呢 你看喔 货量少 就要涨价 那穷就买不起 哦 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耶 你想想看 比如说 呃 我一部车子本来卖一百万 啊 现在一部车子要买 卖一百二十万 或一百三十万 但是我现在穷啊 我以前买得起啊 一百二十万也OK啊 但我现在穷 我只能买五十万六十万的车啊 所以我只能去买二手车啊 对不对 但二手车现在很多都是泡水车啊 那真的敢买吗 也不太敢买啊 所以呢 大家呢 在穷的时候 会搜索 他觉得 顾肚子 买点 买点 先顾肚子嘛 你没饭吃 你有那些奢侈品没有用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来了 好 那我相信呢 今年 今年的包括呢 包括全球的 苹果手机 应该销售量不会太好 我这样讲 你们不要生气 做苹果手机的朋友 不要生气 或者在工厂也不要生气 为什么呢 确实很多人买不起了 他就不想买了 好 就计用用明年再说 他会先看一看 对不对 如果他还堪使用 我的手机用两年三年 我还堪使用的话 那我现在没有钱 我想把这笔钱几万块省下来 现在这手机要五六万呢 那五六万省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过两个月的生活呢 对啊 如果家庭有小孩的话 他是想说 这五六万省下来 我就不要再去 好 那即便是要分歧 你还是每个月要交钱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所以呢 这个呢 最严重的衰退 在2021年的富士孔 不如原先的预期的强劲 好 我们来讲法国 先讲英国好了 英国呢 100指数收跌1.53% 为6189点 德国 DAX呢 指数跌0.92 收在12616点 法国呢 CAC40指数跌0.74为5043点 意大利的富士呢 MIB指数呢 跌0.18为20012点 西班牙的IBEX呢 35指数收跌1.44为7444点 我要告诉大家说上一周 欧美国家都在跌股票 那所以呢 U通膨 刚才我讲过那个通膨的问题 现在他们烦恼的是 通膨 经济前景 还有欧股 多数大部分都下跌的 几乎都在下跌 每一个国家 我刚才念到 没有一个国家不下跌 是不是短暂呢 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短暂 不太可能短暂 好 那 这个管美 关美中呢 紧张局面有望舒坊吗 但投资人对通膨和经济 借这个前景感到忧心 欧洲股市呢 大部分都在下跌当中 伦敦的话呢 FTSE呢 100指数上涨4.99点 收在稍微好一点一点 那巴黎的话呢 也是下跌20.95点 那我们来讲讲日本的 安倍经济学告终 日经指数大跌 好 我们知道菅义伟 他不再继续当他的这个首相了 那日媒报导呢 在魏晋八年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 准备在稍后召开记者会上宣布 其实日本最近的经济并不是那么的好 这次的为什么菅义伟会持官下台呢 最主要是八月份的 八月份的经济并没有带动的很好 因为呢 东澳的经济并没有真正起来 而疫情反而加剧 我当初就预言过哦 疫情会加剧哦 国不其然就是对不起 阿弥陀佛又照我的预言兑现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真是头痛 好所以呢 结合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激励措施的安倍经济学 恐将仓促画下去点受此影响 那上周五呢 日经225指数午后期错中场跌1.41 为22882.65点 尾牌一度暴跌近2% 好那从恶化的日媒呢 援引执政党的知情人士报道呢 其实呢 这个日本首相他已经决定要辞职了 那未免 以免呢 这个跟整个的国际局势呢 要能够接轨的话呢 必须要有 要有更强的人出来 那受美国十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 占上三个半月新高 0.789%影响呢 资金转进的金融股 以其他跌升的价值型股票 中场成长型股票指数下说一点而已 好讲到这里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美股也跌 然后呢欧股也跌 日本也跌 那在我们的东亚区来讲的话呢 我没有 呃 现在我手上并没有谈 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 上海的上证呢 或者是深圳呢 我相信他也会影响啦 也会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实半导体设备呢 那个东京威力科创 威力科创呢 跌了3.5% 他连半导体设备的股票都在跌 台湾是一个奇迹 那你们一定又说 疫情大爆发台湾太好了 请你们留言真的要 好好思考一下 不要为了自己的情绪 我们在这个月当中呢 我一定要好好的相处好不好 好你如果不喜欢海洋老师的论点 你也可以不要那么的激烈的留言 对不对 谢谢大家啰 好你们可以尽量留言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呢 还是要听看听一下 稍微做一点功课 因为呢 接着下来的下半年的变数会很大 尤其在9月跟10月当中 那就是国力的10月跟11月 还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 我现在已经预告大家了 你们再听清楚 10月跟11月 还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全球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做股票的同时呢 请大家务必务必要谨慎小心 好我先讲一下 农历的8月这个月是丁吾月 丁吾月是巨门化季有潜伏的危机喔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世界各国都在跌股票的同时呢 台湾是不是要戒政恐惧呢 好那9月份呢是戊城月 戊戌月 好对不起戊戌月 戊戌月的话呢是天机化季 天机化季当然呢大家会为了 比如说你平常缩衣结石 一个便当本来100块 现在买那个50块60块来吃 比较吃简单一点 可能买个面条啊 或者自己吃个泡面啊 但是你省下来去投资股票的话呢 你是用这种方式投资股票 我建议你要小心 真的 小老百姓的钱赚钱不容易啊 还有菜篮竹也要特别注意 现在菜很贵 你可能想从我股票里面可以赚一点 买菜钱啊 买米的钱啊 问题是你买得到吗 这个你要特别谨慎喔 另外呢这是9月份的天机化季 天机化季大家要绞心脑筋喔 大家要绞心脑失 而且呢会有一些 因为国际性的影响 而让我们台湾的股市也会有变化 好那农历十月的话呢 己亥月 好己亥月是最可怕的一个月喔 我先讲一下 甲乙丙丁勿己 好己亥月最可怕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文昌化季加文曲化季 这两个一旦同时化季的时候呢 股市一定会出现大震荡 好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呢来思索一下喔 你的口袋markmark最好 不要没有money 当然现在就是没有money就没有honey no money nohoney 对不对今天是中秋佳节 有没有钱在口袋呢 有的话真好 好有money就有honey喔 对不对 但是小心现在诈骗集团很多 全球都一样好不好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看好你的荷包 拜拜 不要忘记帮我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重要分享给你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拜拜